中国知名维权人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曹顺利在被拘押期间疑似遭到虐死案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星期四 曹顺利的前辩护律师和维权律师组成员在香港召开记者会 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团 查明曹顺利女士的真正死因 曹顺利遭虐死一事 震惊全球 曹顺利前辩护律师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在香港表示 曹顺利死前曾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半年 受尽折磨 要求彻查死因真相 据见过曹顺利尸体的人描述 他非常惨 皮包骨 而且身体像是青一块纸一块 关押期间的非人道待遇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据知中共当局对此案高度紧张 曹的尸体至今藏在309医院 但拒绝公开 盛元曹的访民刘晓芳等三人 根因曹案被刑事拘留 记者会原本邀请曹顺利辩护律师王宇出席 但最后没有露面 他人在香港 但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综合考虑就没有让他来出席 不过律师准备追究 看守所 检察院 公安局及医疗部门的责任 由藤彪等人发起的公开信 至今增集了3000多个签名 草案已经成为中共人权恶化的一个例证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导